我相信魔扰是每个人一生伴随的,时少时多,不一定从何而来,我以前不知道那叫做魔扰,是外魔和内魔一同的侵扰,有修行人的无感和能量感会更加灵敏,对于魔扰更灵感。 魔扰是个很玄妙也很科学的现象,它可能来自自己内心,也可能来自他人,也可能来自空间环境气场风水,也可能来自周围集体意识活动时间等,都不一定。 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,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,在评论区留下真善人一起应对魔扰吧。 魔扰是一种负能量的滋生,是一种外来因素的干扰,是一种灵气的枯竭感,大概每过三个月的时间,就感觉会被魔扰能量场所锁定,所处空间环境就会滋生负能量,时不时就会感觉有魔扰亲人,或负能量笼罩困扰。 负能量不是指一般比喻的负面想法,也不是什么特定指什么人合适,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负能量笼罩,是一种实质感受到的负能量。 这种能量不只是让人有负面情绪和想法,脑袋思维的转速也会变得像陷入泥泞当中一样,非常困难几乎不转动了。 所以有些修行之人经常会搬家,去体验不同的风水环境,气场与生活环境,不过,好的风水居住之地,不是我们这样一般人可以拥有的。 如果是造物主创造了一切,如果它是万能的,如果是天道大数据分配了一切,那么魔扰这种现象,也应该是在它掌控之内的。 我猜它是为了让我们,更能体验这个世界的完整性。 如果没有负面感觉,人又怎能进步提升了? 所以多多少少还是要经受负能量的洗礼,才能成长进步,获得更多体验和境界,感悟的提升,让你知道什么是好,什么是不好。 感受负能量也会提供正面动能,让我们加速前行,虽然耽搁了功夫,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加倍动力前行,更加坚定信念。 确定自身的属性,有一个说法说,每个人要相信自己目前所拥有的,就是最适合自己的,也可以说是最好的。 因为如果给了你更好的,可能你就无法在某个认知维度上,更进一步理解与体会,并完全超越。 就像玩游戏一样,旁边虽然有游戏里面的助手,但是游戏依然还是主要由自己玩的,还是要承担一定的危险系数。 来考验勇气的,越有阴晴缘缺,人也总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刻,这是肯定的,游戏就有优,有高能量状态就有低能量状态。 当我们低能量状态时,就会有很多负面想法,自动会涌上我们的心头,不受控制的,特别是很多莫名其妙,但又感觉很有道理的负面想法。 这时候,知识的作用可以使我们提起意识,以往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知识,就告诉我们的头脑。 这些负面想法虽然看起来有道理,但是也不要太过相信它们。 当状态好了,能量高的时候到了,这些想法会自动消失的。 人在能量状态低的时候,比如困乏饥饿疲惫,以及受到负面消息干扰,或负面事件打击等状态时,就会自动涌上来这些心魔,来干扰你的正面创造,让所有负面影像出现,所有有关的负面想法都出来了。 除了有低能量状态时,会有负面想法干扰的知识外,我们还要有一个可创造性认知。 负能量有指鹿为马的能力,正能量也有指鹿为鹿的能力。 不论是马还是鹿,其实都在一念创造间,事在人为也是这个道理,事件一切皆有可能。 事物的结果来自选择与创造,其实不论是负面想法还是正面想法,都是可以实现的。 关键就看我们选择相信哪个,选择去创造哪个,从而相应做出后续决定。 知识的力量,也就是真理的力量,运行这个世界的大道,应该是被告于一般人类所知的真理。 所运行着的,我所听到过的关于真理的,至今为止最好的定义是这样说的。 真理不是人间的道理,而是神界的道理,所以真理不是这个世界的道理,而是高于这个世界的道理。 所以要想明白真理,或许就要脱离人的状态之后,才有可能真正洞悉真理。 不然作为人类,只能试着去侧面感悟真理,而并不能绝对掌握真理。 或许进入三魔地的境界,才有可能洞察到真理和真相。 那么到底什么是三魔的呢?又该如何进入三魔地的境界呢? 如果一个人超越了二元星智能,那么他就进入到一种三魔地的状态。 三魔是平静的意思,的是智能的意思,这是一种超越于身体,头脑和情感的合一狂喜的状态。 所以据我的研究和分析,凡是有过三魔地体验的人,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,就是觉得全世界都是越加美好的。 一切都是美好的,或许正因他们感受到了,一切都是在真理的运行之下的美好三魔的。 意味着一个人已经进入了,超越了身体和头脑限制的状态。 而这必须在活着的时候达成,不是在死亡中达成。 所以对这些处于三魔地境界的人而言,没有死亡这回事,死亡属于身体,而他们已经超越了身体的限制。 你的身体不过是你累积而成的食物,它是你通过食物,汲取能量的一块泥土而已。 这个身体不过是这样一块活蹦乱跳的泥土而已,这个地球借给你一个身体。 在你我之前,无数曾经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,都变成了土层。 所以你也会这样,这个地球会从你那里,回收它借给你的每一个原则。 虽然它不会计较你负不负利息,如果一个人持续地在体验的程度上,意识到身体和头脑,只不过是它收集和积累起来的东西。 那么这个就是三魔的,你是在你的身体里面,但是你并不是身体。 这意味着你完全从痛苦中解脱了,因为不管什么样的痛苦,它们不是通过你的身体,就是通过你的头脑才来到你身上的。 一旦你的觉知力足够敏锐,能够在身体和头脑这两样累积物,与真正的你之间,创造一个空隙,结束了一切的痛苦。 所以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也是对的,说是不美好的,像是个监狱也是对的。 我同时肯定以上两种观点,世界的美好我也感受过,世界的不美好像个监狱一样,我也深有体会。 所以真理并不是人间的道理,真理不是用人的思维,逻辑能完全诠释清楚的。 就比如说马太效应,马太效应也许就是在阐述真理的一个点。 在马太效应的故事中,讲述了主人把金钱平均分给三个仆人,仆人甲用主人给的钱赚来了三倍,仆人乙用主人给的钱赚来了两倍。 而仆人饼没有用钱来赚钱,而是把钱埋了起来。 等到主人回来后,主人对甲和乙都表示了肯定和赞赏,并把钱都归他们各自所有。 而仆人饼把钱原封不动还给了主人。 主人大怒训斥仆人饼,最后把饼的钱收回来,也给了仆人家。 马太效应就是让富足者更富足,让匮乏者更匮乏,损不足而功有余。 但是马太效应也不失公平和平等。 因为开始,主人是平均把钱分给三个仆人的,这也并不矛盾。 也许这个世界就是由仆人甲在掌管的,而仆人已是中产阶级中层群体。 那么仆人饼就是底层阶级,或基层群众,下层劳苦大众, 象征真理的经典中场表示人人平等,人人都具有神性。 世界上不论各国的修行大师,以及临行者,也都有同样一个结论。 我们都是上帝或源头的一部分。 这和现实中的马太效应,看起来像是冲突的,但其实并不矛盾。 人人既是平等的,但又以马太效应驱动着这个世界。 让富者恒久更富,穷者恒久更穷,或许最大变量。 取决于人们的神圣自由意志,也就是人的自主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。 仆人甲是选择投靠魔鬼越来越假,还是选择回归神。 仆人饼是选择越来越无力改变,还是选择自我革命改掉自己的劣根。 所有各类人们的神圣字,由意志是最大可以发生改变的部分。 历史的车轮,就是在甲乙饼不断轮转中前进的。 在所谓的旧社会,旧的皇宫贵族是仆人甲,后来仆人以合秉一起把旧皇权推翻了。 这样的历史从古至今永远一直重复着。 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,最可怜的就是那些善良的、优质的女性们, 不论是上层的还是中层的女性,都容易遭受到劫难。 最优质的女性群体,往往到最后,最容易被那些最劣质的人类蹂躏,摧残甚至殒灭。 说明不管你是什么品质,只要不符合真理,在真理之下,皆为蝼蚁。 所以有时候也不要觉得现实不合理,那只是不合你的理,不合他的理。 而并不一定不符合真理,事实胜于雄辩,事实就摆在那里。 不论人们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,真理也许往往表现的,和人们认为应该的道理是相反的。 如果不愿意接受,那就要用神的真理去改变它,而不是用人的道理去衡量它。 那样必败,只有了解和使用真理才会得胜。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,真理也往往被坏人恶人所掌握。 所谓的好人往往并不掌握真理,但是坏人大多常常错用了真理,导致成为坏人,导致最终的失败。 还有另一波坏人尚未取代,好人从来很少出头,好人都喜欢做仆人,并保守所谓的好人。 大多实际上是指弱势群体,或是无知群体,也是最容易被改造的最听话的群体。 也可能会是顽固不化的守旧群体,固守着从前的坏人所编撰的道德标准,成为运行,就程序的非玩家角色。 这个世界,当什么时候,有一定足够多数量的真正好人群体,掌握了真理和力量之后,好人才能够上位,并且要保证自我不失本心不会变坏。 而成为伪君子,伪君子比真小人和恶人往往更可怕,只有好人获得真理和足够强大的力量,并且用普世价值,不断复制出来更多同样的,获得真理和力量的好人。 这个世界才会变得真正不一样,才会变得更究竟更美好,人一旦变坏,就是变质了,人心变质,就像食物变质是一样的,必然腐化,必然是越来越堕落,一定失去智慧,直到下一个历史重演。 那么真正的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呢?实际上,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好人太少了,甚至人们对真正好人的标准定义,都是不清晰的。 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许多常理,大多也被魔化和染污了,改变了其原本的真实意义。 比如人不畏己,天诸地灭,老子的这句话,其真正意识让人要懂得修为自己。 人如果不修为自己,到最后一定会被天地人所不容,导致被灭。 而被魔化改变后的意思,却是让人们要理直气壮的自私自利。 不知道是因为百姓们太愚蠢,导致理解错误,还是因为有魔子魔孙们的故意。 改变的意思传播开来。 真正的好人,鲁达算一个,在整部水浒传里面,我觉得可以找出来的真正好人并不多。 其中鲁至深就是个真的好人,智慧与力量的标准,最后悟到得道也得善终。 而宋江则是个典型的坏人,表面是个好人,号称吉时语,最后却是个伪君子,没有彰显神性,而是进展奴性以及卑劣的人性,最后也没得善终。 临死还拉上自己的兄弟。 在我看来,真正的好人应该成为比坏人更坏,比恶人更恶,比奸人更聪明智慧和有心计,比狠人更狠。 但是最大的区别在于有原则,有真正的信仰,并且有高远的境界。 大佛大魔皆属同一个好人一身,在这世上,这样的好人肯定是有不少的,至少不止一个。 只是这样的人大多都喜欢低调,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风云的变换,他们都会选择不再低调,想必都会站出来的。 来引领这个世界的新局面,加速进入新的文明时代。 而像我等这样的平常一般人而言,也要不断修行自己,争取也要成为那种真正的好人。 修行不易,没有上天特殊加持的人比较难以成就。 因为每个人的心中,可以说都有多种原罪。 身心灵上的原罪和负面业力都太多了。 比如无知就是原罪,无力也是罪,不健康是罪,以及其他人们都能理解的。 更明显的各种人性的缺点,都是原罪。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自我清洗负面业力,疗愈和恢复健康的身心,灵视基础,然后修心修身修能量等等。 这些必须靠自我修行,进行内在的灵性革命。 清洗掉珠般原罪之后,才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。 成为一个更究竟的人,一个更纯粹的人,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,超越了低级欲望的人。 成为一个有信仰,有智慧,有力量,有所属的真正好人。 所以人生不要选择限制型思维,不要选择相信有限,而是要选择相信无限,要相信神奇和奇迹是存在的。 更不要选择相信编撰出来的道德和道理,哪个道理也不一定是究竟的绝对的。 用真正的佛法为工具,破除一切,而不是给自己更多限制和制约。 那就不是真佛法,然后要领悟神的真理,运用真理修行,争取做个真正的好人,影响和改变更多人,成为真正的好人。 上面我提到了究竟,我想再与你探讨一下,关于究竟与不究竟,究竟一次出自佛学,意思大概接近实质。 本质真正彻彻底实在完全,这个世界上,越究竟的东西越便宜或越免费。 是说真正的免费,广告范畴中的免费不算,越是不究竟的东西,就越贵越要钱。 所以有句话说免费的才是最贵的。 现在我明白了这句话的双重意思。 究竟的免费是真正的免费,是无价的,也是最可贵的。 不究竟的免费是骗人上钩的,后面跟着的是套路和陷阱。 不要仅仅以法律的标准来衡量事物,因为有太多合法但不究竟的,所以法律本身也在不断修补和完善。 比如近两年新推出的新广告法,不过那些不究竟的事物和套路也在升级。 但是越不究竟的东西越使人上瘾,越是究竟的东西越不会使人上瘾。 要学会认识到生活中,人生中的究竟的事物,享有它们,不去追求那些不究竟的虚幻的事物。 人才能活得真正快乐,其实究竟与否与正邪也有极大的关系。 都说自古正邪不两立,其实不是这样的,或许正邪永远两立才会平衡。 用一句科学词语表达,叫做保持生态平衡,即便消灭了所有的邪,在急症之中也会升中急邪来。 就像极音之中生急邪的道理,或许这就是道的法则。 正中有邪,邪中有正。 讲究平衡,自古正邪不两立,只是表达了一部分人的心情和态度。 霸了什么心情和态度呢? 看对方不顺眼的心情和态度,当不论是看正还是看邪,都顺眼了,都无分别心了,那就成佛了。 因为在佛眼中,看谁都一样,任何事物都一样,都是虚幻,无善恶好坏之分。 我看正如白天与黑夜,有白天就有黑夜。 这就是道,企业白天与黑夜的长短,一年四季都变化不停。 要么正压倒邪,要么邪压倒正,要么白天时长大于黑夜,要么黑夜时长大于白天。 要么在一年当中,有两天晝夜时长是相等的,就是这样微妙,或许正与邪永远会存在,就像阴阳鱼一样黑白分明。 但你中有我,我中也有你,就像白天与黑夜一样,就像硬币的两面。 关键在于人们如何选择,选择站在哪队? 选择站队的意思,就是选择站在制造究竟,还是制造不究竟的队列。 也许有人会选择正反都不站,站在中间,那就相当于是选择了硬币的边缘,结果就只能是被边缘化了。 某些不究竟的事业,事实上大多数人选择制造不究竟,因为只有制造不究竟才能获得金钱。 世界上被捕究竟化最严重的就是金钱,社会上有太多人的所谓事业,其究竟的成分非常少,不究竟的成分非常大。 世界上有太多人没有金钢钻,但还偏向要懒瓷器活,所以制造出太多不究竟的,甚至是垃圾商品,提供太多不究竟的甚至是垃圾服务,但却赚得盆满钵满,因为他们各个包装自己,吹嘘自己号称有最好的金钢钻。 还有甚至把这些手法玩得炉火纯青,他们提供如何把控心理制造幻想,制造套路等,把这个当成一个事业,一个培训生意来做,制造出更多善用套路。 使之不究竟的,提供人们并不需要的东西,但是打造的,使人们感觉好像很需要的感觉,卖出高价格,以此获取金钱。 目的就是成为一个有钱,但没究竟价值的闲人,成为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。 这些人自我感觉良好,感觉在做大事,在做好事,实际上是在造业。 宇宙法则是讲究能量平衡的,没有完全绝对地得到,也没有完全绝对地失去。 在某一方面能量多了,在另一方面,能量必然少了。 还有一句话叫做上帝关上一扇门,必然会开一扇窗。 为什么很多大商人在退休之后,选择做慈善事业,比如比尔盖茨,因为无间不伤,从事商业必然会留下恶的痕迹。 为了弥补与平衡能量,为了死后好去天堂而不是下地狱,他们选择了后半生做慈善。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究竟与不究竟的游戏,选择如何去完善。 每个人一生的课题,如果是一个学佛修道之人,则会认为修道得到成道,才是世间最究竟的道业。 学习和传播佛法或道法才是世,上最究竟的事业,因为就可以脱离这个低级的,充满不究竟的世界,升级到更高维度的世界。 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,这个视频的内容,看着感觉有相应的部分就好,没有也不必挂碍。 语言与文字本来就是很片面的东西,只能表达有限层面的意思。 况且人者见人智者见智,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了我们的成功? 我们每个人都很有潜力,很有想法,但为什么就是发挥不出来?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活出内在丰盛喜悦,外在富足有钱的状态呢? 你有没有深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啊?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惑,那么这条视频你一定要看完,视频有点长,能看完的都是有缘的觉悟者。 我绝对让你恍然大悟。 提到这个话题,可能有人就会说了,每个人人生好坏都是命理注定的。 那我不否认,每个人都有自己注定的命运,但是你的命运,是由最高上限和最低下限的。 你可以努力活出你命运的最高上限,达到命运的最高上限,也是非常了不得的。 要知道乞丐里面也分三六九等,厉害的乞丐投资也能年入几十万。 上百万你觉得,你目前比得过厉害的乞丐投资吗? 现在我大胆猜测一下,你为了让自己更好更成功,一定做了很多努力。 比如说告诉自己爱拼才会赢,努力才会有回报。 让自己学习和保持自律,参加各种职场技能,或者商业认知的课程。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一看,这些东西并没有让你达到欢声喜悦,自由审性全面绽放的生命状态。 那核心原因是什么? 在我看来,核心原因就是你守着一座金山,视而不见,却不停地向外乞讨,别人给你施舍得残羹冷至。 这句话可能让你不舒服,但我只想叫醒你,我想让你明白,你的内在就是一座金山。 你的内在可以显化一切你想要的,你的内在可以创造一切人间奇迹。 你的内在可以让你活出任何你希望的生命状态,而你只需要稍微在内再上下点功夫。 你所得到的,就会远远超过你向外乞讨的全部总和。 现在呢,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投影仪。 如果你不想再看你人生大戏的恐怖片,那么就把目光和精力投入到你的内在,改变内部投影源,把它换成戏剧片。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你的内在投影。 内在是投影源,外在是投影像。 投影源改变,投影像也会跟着改变。 总而言之,阻碍我们成功,限制我们发挥全部潜能,不能全面绽放的原因,就是我们内在投影源出问题了。 那问题来了,这个出问题的投影源到底是什么? 包括很多。 但是我想说一个最主要的,那就是你内在无意识、无觉知、不被关照的限制性信念和低频能量振动状态。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,也够你那天改命了。 什么叫无意识、无觉知、不被关照呢? 就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、觉察到它的存在,或者认为它就是天经地义的。 任由它左右你,操控你、限制你、阻碍你。 什么叫限制性信念和低频能量振动状态? 简单来说,就是跟宇宙天道不同频,不一致相矛盾的,个人头脑里自身的妄念和能量。 它一方面来自于你的家庭、你的教育,你的社会关系对你的影响和灌输。 另一方面来自你小我大脑的加工造作,它要么让你处于控制者模式,要么让你处于受害者模式。 在控制者模式下,最显著的特征就是,你会觉得自己很厉害,像个暴君。 你想掌控很多人很多事,你很有野心,私欲很强,目标很大,想要得到很多身外之物,很会算计分析,善于竞争。 喜欢炫耀瞎掰,证明自己,会给别人制造很多,不是压抑冲突痛苦。 在受害者模式下呢,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很自卑,觉得自己不好,经常自我怀疑,觉得自己能力不行,不配得到想要的。 间歇性的悔恨过去不应该那样,担忧焦虑未来怎么办,心情抑郁,抱怨坏事总是发生在自己身上,总觉得别人都不可靠,觉得自己无能为力。 改变现状没有目标没有方向,没有动力,总是责怪自己。 这两种模式之下,一个强化自我,一个否定自我,你所产生的所有的念头与言行动,它们会严重消耗你的能量,占有你的注意力,阻碍你吸引更多机会,阻碍你链接更多有用有趣的人,阻碍你体验更丰富的场景,阻碍更多生命可能性呈现给你, 阻碍你真正绽放生命,活出自由意志,地球上有多少生命,终其一生,都没有从这两个模式构成的,限制性信念和低频震动能量中,解脱出来。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觉知观照,清理掉这些垃圾,重新植入心,的软件系统,进化出灵障碍灵限制的内在系统。 那么终极的问题来了,什么是对的?灵阻碍,灵限制的信念系统和能量频率呢? 怎么调整到这种状态呢? 我想请你跳出人间,从宇宙,从太阳的视角俯瞰整个地球生命, 深刻理解宇宙天道的法则和规律,跟它保持协调,同批一致。 我常年修行,得出四个心法,分享给你。 第一,保持好奇心,因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一场体验的旅程。 体验是这个旅程的核心任务,我们的态度要像个婴儿一样,保持好奇心。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体验机会,包括人事物。 只要有机会有条件,尽可能地去体验一下,丰富一下自己的生命旅程。 不要算计体验的结果是好是坏,好有好的价值,坏有坏的价值。 结果的后面还有结果,不要让你的限制性信念和低频震动能量阻碍你去体验。 每天都有新体验的人生才叫生活,每天一成不变地循环着过往的人生叫活着。 很多成年人被污染的失去了好奇心了,这是很可悲的事情。 第二,保持觉知。 你必须明白真正的你不是你这副肉身。 真正的你,是时刻能够观察到你肉身在想什么,做什么的,神性意识觉知。 意识觉知。 在现实,在现实它能够看出,你是不是在限制性信念和低频震动能量的操控下。 它能看出你是处于控制者模式,还是处于受害者模式。 它能看出事物的真相,还是你头脑造作滋生的网面。 它能看出你是在对的轨道,还是在错的轨道上。 用神性意识觉知,主导你的身体。 警惕和清理有问题的内在投影员。 不要把主导权交给你的大脑思维。 这一点很重要。 第三,保持奉献。 以有情众生的整体最佳利益为起点。 以对抗有情众生共同的敌人为起点。 以满怀喜悦的奉献为方式,去开启一项事业。 因为宇宙万物是一体的。 宇宙天地的智慧和能量。 万物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。 每个人自己内在本字具足的丰盛程度。 宇宙精确无误的因果法则。 这些东西啊,远远超过了人类所能看到。 和理解的范畴。 你只需要去做到不对抗它。 领悟它,顺应它。 跟它保持协调一致。 哪怕你在一个小小的领域。 持续地奉献。 也能激活全部潜能。 活出生命奇迹。 而你的分别心执着心愧乏感、分离感。 正是阻碍潜能和奇迹的最大障碍。 第四,保持品质。 聚焦当下这一刻。 专注于当下这一世。 真正的全力以赴。 百分之一百地燃烧自己。 用至诚至尽的态度。 认真打磨好每一件事情的品质。 尽免地创造。 尽免地活出自我。 以你打磨的作品和产品。 为世界提供专属于你特资印记的服务。 全宇宙都会来帮你成功。 就像我写这篇文案。 我改了十几遍 直到我满意为止 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喜欢 没有关系 我只是保持我作品的品质 我不会算计结果 因为我全然相信 宇宙的因果法则会完美地起作用 可能不在此时此刻 但终究会呈现 非常感谢你把这条长视频看完 如果缘分到了 你一定会立刻顿悟 开启新的生命旅程